2022年7月11日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口展望2022》 其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结论是 从2022年起,中国的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 印度人口将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份报告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就来为你解读 首先是世界总人口在变化趋势上的特点 2022年,全世界人口将第一次超过80亿 这种绝对数量上的增长趋势依然不会停止 大约要延续到2086年 全球人口在那个时候将达到历史最高峰104亿 此后开始进入一个漫长的下降阶段 如果给这个下降阶段加一个期限的话 至少是几十年,也有可能几百年 听到这个数字,你可能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最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人口的报道 都是说生育率持续下降 那怎么全球的人口竟然还要增加到 60多年之后才开始下降呢 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 首先,生育率在全球是不平衡的 东亚地区是明显萎缩的 欧美是维持稳定的低生育率 非洲跟西亚尚有较高的生育率 所以人口增长的一部分贡献 主要是非洲跟西亚 其次,另外一部分的贡献来自于 人口平均寿命的提升 因为今天全球已经没有多少饥饿人口了 基础用药对于贫穷的地区来说 也已经普及了 人口寿命大幅提升 7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再增加 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全球人口到2086年才会到达顶峰 不过,要是对比联合国 2019年发布的上一个版本的世界人口展望 就会发现,其实差异有点大 2019年的报告对全球人口的估算是 在2100年达到顶峰109亿 然后开始逐渐下降 那现在顶峰提前了十多年到来 而且顶峰的数字还少了5亿人 而仅仅是时隔三年 怎么能对人口这种惯性巨大的数字的估算 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其实啊 中国贡献了这个差异过半的因素 上一份报告预测 中国到2100年 人口的总数是10.65亿人 而这次报告呢 就变成了7.7亿 相差大约3亿人 而这3亿人的巨大缺口 又是怎么估算出来的呢 主要是对中国人总和生育率的再评估 2019年的报告 参考的是2016年到2018年的数据 我们知道 中国在2016年终于开放了二胎政策 短期内很多家庭都生了老二 这让那之后的三年 生育数据远远高出了正常值 这种几十年不遇的大波动 对于人口报告来说 其实是一种干扰 而2022年的报告 综合的是2019到2021年的数据 这个时候 有二胎生育意愿的人 大都已经生过了 波动已经很小了 表现在数据上呢 就是对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估测 在上一版报告中 2020到2050年是1.7到1.8 而这个版本呢 是1.18到1.39 那这个数据可靠吗 对比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卫教授 使用的2021年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研究 发现这个数字是可靠的 咱们自己的研究是 2022年 中国人口总数开始减少 在生育政策上中下三个方案中 中这个方案的预估 2100年 中国人口会减为8.01 再结合2021年 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 陈卫教授估测 当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 约为1.16 全球呢只有一个国家低于这个值 那就是韩国 韩国是恐怖的0.81 我们可以算算 如果是0.81这样的总和生育率的话 那么只需要十代人的时间 人口就只剩下最初的12%了 而时代人 大约就是从清朝初年到清朝末年 这个时间段 维持足够低的生育率的后果 就是人口整体静悄悄的消失 为什么中国当前的生育率 从2019年之前的1.7到1.8 迅速减少到1.16了呢 从长期趋势看 今天处于生育年龄的主力是90后 而90后出生的年代 又是上一波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的时期 由生育率大幅下降年代出生的人 贡献的再下一代人口 那自然是少之又少 而上一次生育率大幅下降 又是一胎政策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少生或者不生的概念 到了2020年 已经在中国人中延续了两代了 这种思维的灌输跟培养 导致中国人在生育意愿上 是异于其他国家的 在媒体上 我们经常看到不少内容 去分析日本跟韩国的生育率 是如何下跌的 但日本跟韩国在一个指标上 至少还勉强说得过去 这个指标叫做生育意愿 也就是说 咱们先不说最后真的生了几个孩子出来 咱们就说根据你们家具体的情况 你现在希望有几个孩子 韩国跟日本的生育意愿都在2.5左右 但这个意愿落到执行层面上 日本正好除以2 韩国正好除以3 而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是多少呢 从80年代初贯彻执行一胎政策 对1.8这个数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且从当前的趋势来看 接下来的一代 生育意愿这个数值只会更低 如果意愿落实到执行层面 也跟东亚的另外两个低生育率国家类似的话 也要除以2或者除以3来处理的话 那中国今后将面对的总和生育率将是0.6到0.9个 由于最新的研究都是基于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做的 而这次的人口普查工作又非常下功夫 运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 通过大数据跟多个行政部门的记录做对比 把身份证信息跟普查表做了关联 多生瞒报以及老人去世之后 为了多领几年的养老金而瞒报的等等 常见的误差来源也被排除了 因此依据这次人口普查做出的研究结论 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刚刚说的是长期的趋势 那从短期趋势上看呢 最近两年多时间呀 很多人都经历了持续的疫情 收入减少 生活保障降低 而从备孕到怀孕到生产到哺乳期 最后到孩子上幼儿园这四年的时间 一个安稳的外部环境是必须的 这一点甚至连动物都是如此 如果营养条件不好 动物也是很难受孕的 如果环境不安稳 动物也会主动终止抚养 比如说母鸡在孵蛋的时候 如果被人或其他动物发现了 它甚至会抛弃这颗蛋 另外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再爆窝 那在这四年里 妈妈跟孩子本来就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要频繁的去医院 检查 接种疫苗 而从当前各种措施的落实情况来看 很多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 也主动规避风险 选择至少要再等一等再说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 社会福利对生育的福祉作用 其实是有限的 比如说日本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日本男性在50岁之前 还没有结过婚的比例高达25% 女性50岁之前还没有结过婚的比例是16% 尽管确实有些人是不婚 但也生育 但这毕竟是少数 所以在统计全局的时候 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 不婚的人就约等于不育的人 于是我们把男女数字均衡一下 按日本人有20%的人选择一生不结婚也没有小孩 那么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 其实就是另外80%的人贡献的 于是我们只统计选择结婚生子 这种主流模式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呢 那就是1.75 这个数值是什么含义呢 它是社会福利拉高 拉到极限高的情况下 对生育率的贡献也只能达到这个效果 到头了 其实也是很低的 日本对妇女跟儿童的福利 如果放在很多其他国家 那都是令人折舌的 比如说小孩只要超过了半岁 就可以送到保育园去 由那里的阿姨照看 每天10个小时 早上8点送过去 晚上6点 妈妈下班的时候可以顺路接回来 而且照料的都是非常精细的 花费还不高 如果是低收入家庭就完全免费 此外呢 其大家庭呢 是按照不同的收入高低 还有20多个等级 收费最高的那一集 核算成人民币呢 每月不到3000块钱 直到三岁 而孩子到了三岁之后 上公立幼儿园呢 就没有这些照顾的费用了 只有每月的餐费 那也跟父母的收入有关 最高最高的一档核算人民币 大约每月200多块钱 而且这个公立幼儿园并不是排一辈子对 都排不进去的那种 入托预留的量 都是根据当地新生儿的数量 政府安排的 对新生儿跟父母提供这个级别的照看 这已经是国家福利的上限了 但这也只能维持日本当前的生育率而已啊 但我说这些呢 并不是说福利没有用 如果日本把对育龄妇女跟婴幼儿的福利 也削减为当前的5%的话 可能啊 生育率就会瞬间秒杀韩国 成为全球最低 在联合国的报告中 其实不只是东亚 哪怕是刚刚我们说的 非洲和西亚这些生育率上高的地区 统计过往几十年的生育率变化呀 他们也都是在显著下降的 全球有60%的人口所处的地区 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低于临界值2.1的 因为从统计角度看 只有一对夫妻 一生平均生2.1个孩子 总体来说 人口数量才能维持恒定 否则就会持续的减少 这个问题和城市化带来的压力有关 也和个人意识觉醒有关 也和医学上关于避孕技术的发展有关 当然也和社会福利有关 在这个统计报告中 日本30年前曾经经历的正是中国当前经历的 中国当前经历的将是30年后印度经历的 对很多地区的文明来说 自从有人类居住之后 以20年为最小单位来看 几千年来 人口一直都是在增长的 从没有例外过 而现在 这个历史级别的转折 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 今后 很多地区将在漫长的百年 甚至几百年时间里 维持人口的持续减少 rellá 你洛洛宝贝